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也觉得希望之声是一个值得鼓励和支持的一组人 那么请您帮助我们广传 如果您还不了解希望之声广播 那么请您了解一下 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 请点击留言区的链接了解更多 12日 菲律宾外交部宣布 召见了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莲 抗议中共在南海继续骚扰菲律宾船只 这也是连续第二天召见黄熙莲 提出口头抗议 菲律宾正在认真地考虑 把黄熙莲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不排除驱逐出境 对此 英国外交部发声明 谴责中共在南海的霸凌行为 表示 英国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 会增加误判风险 威胁区域和平与稳定 接着 一起来关心 本周新闻大事件的议题 12月10日 阿根廷新总统哈维尔米莱在国会正式宣示就职 前任总统阿尔维托菲尔南德斯为他佩戴上总统受戴 双手把权杖交给米莱 此前 阿根廷总统的竞选过程相当激烈 最终 米莱以超过11.6%的差距赢得了选举 在首执权杖之前 被称为阿根廷川普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53岁的米莱宣示说 我发誓热爱阿根廷将忠诚地履行阿根廷国家总统的责任 并且忠实地遵守阿根廷国家宪法 他承诺进行彻底的变革 据路透社和美国之音的报道 数万名阿根廷民众站满了国会广场 他们挥舞国旗 用掌声和欢呼表达对米莱的支持和期待 宣示就职之后 米莱表示将和国民一起共渡难关 着手政治经济改革 他在国会向阿根廷全国民众发表讲话时说 阿根廷的形势很危急 我们国家需要的变化是巨大的 没有渐进的空间 也没有采取不温不火措施的余地 阿根廷的重建工作从今天开始 今天开启阿根廷的新时代 今天我们结束漫长而悲伤的衰落历史 开始重建我们国家的道路 不会后退 他强调在未来几周将全力的推进改革 大幅削减政府开支 整顿阿根廷的政治金融体系 当天智利匈牙利等国的总统 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亲自前往阿根廷 向米莱表示祝贺 12月13日 米莱上任的第四天 阿根廷新任经济部长卡布托 便推出一系列的测试 他表示政府将正式将汇率调整为 1美元兑换800比锁 这使得比锁的贬值幅度达到了54% 政府还计划大幅减少部汇数量 取消一些公共工程招标 以及削减交通和能源领域的补贴 经济部以休克疗法来抢救国家 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为了缓解这些措施 对民众的影响 政府将增加特定社会福利计划 卡布托在发布的视频中说 这套计划短期内虽会带来痛苦 但是在削减财政资资 降低通货膨胀上是有期必要的 目标是要避免灾难 让经济重回正轨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说 我乐见阿根廷果断的举措 并称这是恢复稳定 和重建国家经济潜力重要的一步 海外智库天军政经研究员任仲道 向本台分析 阿根廷整体经济情况不好 如果采取休克疗法 很容易把阿根廷的经济搞崩溃 外界认为 阿根廷的经济已是 在重症监护势力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它是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它说是说 但要看它怎么去住 就是可预见的就是 如果用这样的话 就是物价飞涨 然后通货膨胀很严重 外汇储备大幅的减少 因为人们都放弃本国货币 去兑换美元欧元英镑这样的 外汇把这给掏走了 它如果要换成美元呢 作为它的法庭货币的话 它整体的经济体系各方面都需要改变 例如重新把本国货币和美元 定一个汇率的价格 它肯定要有一个同时共存的时期 那么物价是也有两种货币的 这种减算方式等等 那这些呢 它就是整体上它都需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和演变的过程 那直到过度完全用美元 它这些等等的都是很复杂的 如果它完全想利用美元作为它的法定货币的话 那它就一定要跟美国达成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 毕竟呢 如果想把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换成另一种 从它的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呢 都要有巨大的变化 包括它的物价的重新的衡量 对外的贸易等等各个方面 回顾阿根廷过去几十年发展走向 综合媒体的报道 阿根廷国内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强势的劳动力 曾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了负数的国家 但是却因为政治经济的不正确政策 主张慷慨的社会福利 政府财政却跟不上撒币 而被比喻为就像是天使掉到了贫困人间的窘境 加上前总统裴隆没收了许多欧美企业的资产 使得外国资本快速的外流 经济成长动力大幅消退 导致政府负担快速增加 面对财政的缺口 前政府不是改善政策方向 而是对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重要产业客观税 严重地打击了阿根廷赖以为生的收入 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国家举债 最后还不出来只能违约 最终宣告破产 今年8月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批准向阿根廷提供75亿美金援助计划 这是440亿美金再融资计划中的一部分 针对累积外汇储备及改善政府财政赤字等政策措施 双方也达成了协议 但是阿根廷的财务烂摊子仍然是烫手山芋 事实上 在经历数十年反复出现的债台高筑 财政管理不善和货币震荡的金融危机后 今年11月中旬 阿根廷国家统计即普查局表示 10月份国内通货膨胀率年增长142.7% 创下32年来的新高 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经济学家认为 这要归咎于前政府大选印制钞票 以及民众对阿根廷货币所比 始终缺乏信心 专家还预估 今年底通膨率将达到185% 分析警告 政府外汇储备深陷赤字 这个负债累累的国家 几乎没有信贷选项 阿根廷未来的经济前景 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面对会晤着国旗 高喊自由电锯的支持者 以及空虚的国库 米莱在讲话中警告 得为痛苦的准结措施 也就是要为意志 节省一切开支 做好准备 别无选择 强调 历任领导人留下的最糟遗产 高喊国家没钱 米莱发誓 终结过去的超额支出导致的数十年的颓丧 前头所说的电锯 是米莱在竞选期间表示 将削减开支所使用的象征性权力工具 阿根廷63岁的企业家 加维奥拉兼职了两份副业来维持公司的运作 以避免关闭自己生产受医产品的公司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事实上我不认识米莱 但是已经认识的候选人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我更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米莱把原本18个内阁部长大幅瘦身到9名 强调非常时刻得要有非常手段 他承诺将经由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的休克疗法 来根治通货膨胀 拯救陷入困境的阿根廷经济 另外竞选期间米莱表示 主张关闭管理不善的央行 废除鼻索 国币全面美元化 大幅削减开支等政策 这些政策在线下 可谓是万物凋零的阿根廷处境之下 如何实施能否兑现受到外界的关注 台湾经济研究院 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向本台分析 现在阿根廷经济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的停滞性的恶性通胀 米莱可能是要让民众开始对他的货币有信心 而基本上他已经放弃了这么做 所以才会想采取美元化的策略 但是阿根廷过去的整个的外贸表现也不好 他也没有充分的外货存抵 来支撑美元化的一些措施 一些政策 此外央行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因应这么高的一个通膨 理论上一般如果说正常 在货币政策上面 你就是必须要紧缩要升息 但是因为他又是停滞性的 我们看到他现在整个的经济情况是衰退的 所以说这种萎缩的经济大概也无法承受这种利率政策 所以现在阿根廷的情况 大概就是货币政策已经陷入这种流动性陷阱 现在我认为最重要是怎么样让阿根廷的民众 再一次对他们的货币再重建信心 因为这种货币的信心其实因应这种通货膨胀 或者是财政的这种条件的话是最直接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 米莱在竞选过程当中 严厉批评过中共的政治体制 对中国人民的不自由表达同情 他形容与中共政权发展关系就像跟刺客做交易 这跟以往的亲共的阿根廷总统显着不同 他的亲美立场也曾经令中共十分尴尬 米莱表示他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崇拜者 说如果当选 我的盟友将是美国和以色列 竞选期间 米莱还表示 不会推动与独裁者 共产主义者 不尊重民主价值观者建立好友关系 他撤销了阿根廷前政府刚刚加入的金砖国家计划 该成员资格在明年的1月1日生效 有观点认为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加入金砖国家的邀请相当于 你现在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上述消息是米莱提名的外交部长 戴安娜·蒙迪诺对外发布的 11月30日 他在社交平台X发帖说 我们不会加入金砖国家 这个国际组织被视为由中共主导 目的是挑战西方民主国家领导的倡议 蒙迪诺曾淡化金砖国家的重要性 两周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金砖国家集团更多的跟政治结盟有关 而不是关于国际贸易可能的优势 我们已经和其中大多数国家 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 埃肯商学院教授 经济专家谢田向本台分析 米莱对中共的态度是一个竞选策略 他认为中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权 迫害残害人权 撒谎 欺骗 我们为什么要跟这样的流氓恶棍打交道 这是他竞选的时候说的 他当选以后仍然坚持这个意见 阿根廷他原来有加入一带一路上一 现在他等于是要停止这个进程 就是不信任中共 不加入中共的一带一路 金砖五国 他被称为阿根廷的川普 跟川普在很多政策上都是一致的 都是属于一种传统的 保守主义的一些政治策略 我们知道习近平 给他特意发了一封祝贺的信 中共极力想拉拢阿根廷 回来的话应该是出一种外交辞令了 我想他内心深处对这个共产党政权 是充满了厌恶 他上台以后走马上任 大道阔府都会实施一系列改革 其中肯定会包括对外关系上的改革 现在下一步的话 很可能会跟中共在很多方面都会交恶 也不是说一定要切断民间的来往 或者策略及貌的关系 但肯定因为政府对中共不信任 不友好 双边的关系 包括经济关系 肯定会有负面的影响 有意思也值得一提的是 米莱当选之后 11月22日在X平台发帖说 感谢习近平主席透过信函 向我表达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我向你们质疑对中国人民幸福的 对诚挚的祝福 他的帖子里附有习近平发给他的祝贺信文字 据阿根廷媒体事后报道 21日王毅和蒙迪诺会面 转交习近平写的一封信函 这距离米莱赢得选举不到48个小时 阿根廷问题专家艾克莱斯顿 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对这封信中和平主义的语气感到震惊 这封信整体基调非常正式 非常受欢迎 非常不具威胁性 其中夹杂着非常资本主义的元素 艾克莱斯顿强调 里面没有威胁 全是爱和亲吻 这是中国和阿根廷的爱情 这是一根橄榄枝 而且是一根开满鲜花的橄榄枝 很戏剧话的是 同一天21日 北京对阿根廷和新当选的领导人发出警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牟宁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称 如果阿根廷切断与中国或巴西等大国的联系 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中国是阿根廷重要的贸易伙伴 两者形成相当鲜明的对比 谢田分析 阿根廷是南美仅次于巴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人中道分析 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或者是国家资源方面 阿根廷都很不错 所以中共也一直想拉拢它 包括加入所谓的金砖国家 这样中共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一是利用经济的拉拢或者是胁迫 使中共更能拥有国际的话语权 另外 借此制约美国 这就是中共一箭双雕的目的和想法 因为中共一直在全球布局争取一些国家的支持 同时也是它战略方面的布局 一个就是阿根廷本国的经济不太好 它的外汇储备很少 并且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 预计到年底可能超过180% 这个是全球趋子可数的了 米莱属于极右翼的 它就是想有一个巨大的改变 但是非常的麻烦 那就说到第二部分 如果它仰仗美国的话 就是全部的往美国方向靠拢 以美元来代替它的货币 包括跟美国搞好关系 这样都是很好的一个动作 但是它的出口方面又很依赖中国 而中共也特别的想拉拢它 因为毕竟它这个位置 又相当于美国的后院的这个方向 中共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全球的各个一些重要的 像是国家或者是码头 它进行这种战略的布局 它也希望用经济的方式去拉拢阿根廷 包括今年他们进行的货币互换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所以就是想用经济和金融的方式干预阿根廷 这就是中共的一个目的 进而产生咬乱美国这样的一个意图 所以这个新的总统如果他能跟美国搞好关系 把他的物资出口到美国 这倒是一个好的转变的方式 并且通过美国把这些物资出口到欧洲 或者其他国家 这样就在去风险的这种大的背景的这种状态下 对于中共来说就有一些可以跟他打牌了 就不至于很多的问题都要首先考虑 本国经济是不是依赖中共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选以来 米莱向阿根廷媒体重申 他对贸易和外交政策三管齐下的态度 他首先表示自己是美国 以色列和西方的盟友 他思想的另一个支柱 是不会推动或促进跟独裁者 共产主义者 不尊重和平与不支持民主价值观的人的关系 还有另一个态度是 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他们想要的任何人进行贸易 但是 据路透社的报道 米莱面临一个相关中国的难题 从11月19日赢得选举以来 米莱的团队采取了更多外交的语气 反映了他和中共的复杂关系 中国是阿根廷大豆和牛肉的最大买家 利益的主要投资者 以及180亿美元货币互换的提供者 实际上 这是一种帮助阿根廷 避免违约的信贷供应形式 即将上任的蒙迪诺近日发表讲话时表示 中国购买了阿根廷四分之三以上出口的牛肉 12月2日 蒙迪诺受访时告诉路透社 新政府将审查与中国之间的秘密交易 以确保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的 但是他表示 阿根廷不会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实际上会寻求支持私人贸易 因为私营部门是促成交易的部门 阿根廷希望拓展出口的面向 尽可能的向所有人出口 新政府将致力于扭转贸易逆差 包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去年约为100亿美元 蒙迪诺说 我们有很多债务 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盈余 有的项目将要接受审查 在阿根廷的南部圣克鲁斯省 中国制造的涡轮机 明年初将抵达 用于一个耗资50亿美金的水电大坝项目 即将离任的地区州长基什内尔表示 这个项目可能因为政府换届而搁置 同一天 蒙迪诺也转发一张 他和中共驻布里诺斯爱丽丝大使王伟的照片 照片中的人都露出开心的笑容 蒙迪诺的帖子没有说明 这次会面的内容或时间 就在米莱胜血之后 上周他就以个人的身份访问华盛顿 在白宫 他会选了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米莱形容这次会议是非同寻常的 据白宫声明 经济问题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 是双方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 据美联社的报道 会后米莱的办公室表示 沙利文代表政府发言 鉴于该国面临具有挑战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美国愿意在即将到来的阿根廷政府过渡中进行合作 舆论认为 迹象表明 布里诺斯爱丽丝与华盛顿关系正在加强 11月27日米莱和即将上任的经济部长卡布托和数名团队成员 抵达了美国访问三天 谢田分析 相信目的是跟米莱要将笔锁改用美元化有关 如果他成功的真的采用那个美元化 把美元作为货币 这个就可以有效的消除 从根本上解决通货不当的问题 可以把整个货币原来旧的货币体系彻底给产出了 也不需要再印发阿根廷笔锁 它实际上央行的那个责任也就没了 就是用商业银行 然后呢用美元来运转 所以他应该是向美国要求 给予帮助 至少提供可能一大笔现金让他们可以开始做出来 所以现在的实施肯定是有困难 但是也有现在的好处 就是说这下面就要看他具体怎么做了 如果这样做的话 他至少把空撞的问题给控制下来 然后再慢慢地恢复经济 我觉得这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至少他可以就是说 停止左派那种激进的社会主义 把经济搞得一团糊涂 一团糟的那些经济策略 另一据路透社11月13号更新的报道 四名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财政高级官员 本周晚些时候将访问阿根廷 显然这是对刚上任几天的阿根廷总统 表示支持的重要迹象 据三名消息人士透露 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派尔 将在周三抵达布伊诺斯埃里斯 基于此行日程尚未公开 这些消息人士要求不具名 美国财政部最高国际长官沈大伟 将在本周末晚些时候前往波伊诺斯埃里斯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不出说 他将考虑和理公司会面 预计财政官员麦克尔·卡普兰 也将前往阿根廷 邱大声分析 他现在的情况这么严重 那个不可能是一触可击的 应该是要慢慢的来 外援是非常重要 但是他现在又因为欠了国际货币基金 大概超过400多亿的欠款 他要再取得益助的协助的话 大概蛮困难的 如果要靠这个笃信自由经济学派的一个米兰 能够力往环栏 现在我不太看好 就是说可能性还蛮低的 如果说美国当然愿意伸出援手 来帮他进行组织 还有财政等等的一些改造 然后设法去支撑阿根廷的批索的话 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way out 就是说美国如果愿意伸出援手的话 因为现在美中脱钩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 他如果说他这边跟中央脱钩 然后又同时能够先取得美国那边的协助的话 那搞不好他在整个的未来经济的结构改革 还是有一些希望啊 米莱上台之后 阿根廷对中共的外交政策是否发生重大转变 米莱破釜沉舟的救国计划将如何发展 我们将密切关注 观众朋友 请持续关注新闻大事件节目 也请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